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今天上午呢是出發去登記來參選 而有別於其他對手蔣萬安這回選擇跟12位年輕人一起騎著腳踏車前進公所來登記 但是沒有邀請其他議員參選人舉動 現在引來了黨內小機不滿 就擔心呢自己曝光度會受到影響 不對此呢蔣萬安澄清了說這一切早有安排 原先就已經選定會再抽籤當天和所有人合體造勢 台北市選站撒嘎都中最後一位登記的就是國民黨台北上參選人蔣萬安 但登記現場卻聚集多位陳情人士包括熟悉的陳國榮在內 願意不願意向台北市民取下承諾 願守護台北市 小插曲不打緊有別於兩位對手 蔣萬安帶著12位年輕人騎著好龍兵時期創立的U-bike 象徵台北萬安隊抵達公所登記 就連傳說中的鐵三角之一國會辦公室主任嚴邦俊也來到現場相陪 堅決不帶議員參選人共同登記的舉動引來黨內部分小機強烈不滿 當家聽到覺得說那你要還我一場 還好他今天早晚就還了 對的確啦因為過去大家都會陪 那如果今天突然有人突然就變成改成年輕人的話 我當然覺得是比較創新的一個做法 我自己本身的確也希望再更多一點跟他合體曝光的機會 而是萬安在整個選舉步調過程當中他希望藉由和年輕人陪同一起來登記參選 來凸顯我們中式年輕選票這樣的一個形象 至於萬安帶小機的方法還有其他很多造勢的活動 大家拭目以待 有人反對有人肯定傳出這個決定是蔣萬安團隊的發想 拜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 傳達給各個議員以及議員參選人 要求他們不要到現場 等到抽籤那天再合體造勢 所有的黨籍議員都是臺北隊 而這段期間我們也跟議員緊密的合作 接下來也有更多可以合體造勢的場合 不管是接下來的抽籤或是後援會陸陸續續的成立 就怕對手見縫插針 講完澄清一切早有安排 只是原先主打年輕活力的進場方式 卻意外被小機們模糊焦點 記者姚家的左指揭 採訪報導